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照片中是一个笑容洋溢的短发女性 1966年在东伯林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降生了 她的名字叫海蒂克里格 在1979年13岁的海蒂收到了东伯林一家体校的邀请函 也正是这样一封邀请函彻底的改变了她的一生 她来到学校的第一天 教练教了她手上一支沉甸甸的牵球 并且告诉她 好好训练 你是国家将来的希望 由于训练成绩非常的优异 两年之后 教练开始给海蒂吃一种蓝色的小药丸 并且告诉海蒂说 这种蓝色的药丸 是国家专门配给那些成绩优异的一些运动员 专门用的这种补给药品 教练说这种蓝色的药丸是一种葡萄糖 可以帮助运动员恢复她的体力 抵抗寒冷和疾病 而且还可以增加肌肉强度 而实际上这种蓝色的药丸 它是一种类固醇激素 而为了平衡这种激素 在药里还加入了大量的避孕药 海蒂还记得说 每一次当她在训练成绩上 取得一点进步的时候 教练都会奖励给她这种蓝色的药丸 那至于这蓝色的药丸 到底是不是营养品或者是葡萄糖 她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但是在服药之后的几周 她的身体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强壮 躯干的肌肉群开始扩张 骨关和手都迅速变大 但是随之而来的副作用 让海蒂的乳房经常胀痛 很久很久都不来越是 18岁的时候 海蒂的体重已经飙升到100公斤 她形容自己说 就自己就像胖的 像一个米其林的轮胎一样 和海蒂一样 同样服用了这种蓝色药丸的 女性牵球运动员 她们用一天比一天 更加深沉的嗓音 在更衣室里面讨论着自己 一天比一天长得又浓又密的体毛 但是即使是这样 每一次当他们投出 让一般男人都望尘莫及的距离的时候 他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反正我子宫还在吗 我还是一个女人 有什么大不了的 1986年这一年 对于海蒂来说是特殊的一年 这一年她20岁 在欧洲田径锦标赛上 她投出的千球落在了20.10米的地方 东德的国家领导人甚至发来贺电 亲自来祝贺海蒂 称她为亲爱的运动员同志 与此同时 这种蓝色的小药丸 已经开始逐渐吞噬了海蒂的身体和生活 她每天要被迫摄入30毫克 这种促进女性产生雄性激素的 合成代谢类类固醇药物 而普通女孩平均每天体内能产生的雄性激素 只有0.5毫克 这种类固醇的激素药物 后来又被启平叫做海蒂激素 随着这个药物的用量越来越大 海蒂脸上的寒毛越来越粗 越来越厚 猴姐也非常的突出 曾经有一次她坐飞机去参加比赛 在飞机上她想要使用厕所 那飞机的空姐竟然施意她去使用男厕所 当她在柏林的大街上散步的时候 有很多人甚至非常没有礼貌 喊她是同性恋皮条课 甚至有一次她和母亲一起上街 有人过来喊她是变态异装皇后 就当着她母亲的妙 但是唯一让海蒂能够忍受这一切的原因 就是因为她服用了大量的药物 而不断提高了一个训练成绩 只有这样她觉得自己才是一个有用的人 是一个获得认可了的人 但是由于大量兴奋剂的摄入 海蒂每周的训练氧 甚至超过了惊人的50吨 这样过量的训练氧 很快就压垮了她的身体 她的情绪也变得非常的不稳定 非常的容易暴躁 关节骨骼系统 臀部腰部背部都受到了很严重的损伤 在1991年25岁的海蒂被迫退役 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 退役就意味着失业 曾经的那些认可和荣耀都随着东西的合并 一夜之间全部都消失了 而那些曾经服用过的蓝色药丸 海蒂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从心里无法接受 这是一个尽要的事实 她认为就是系列的那些人为了贬低东德体育而制造出来的谣言 而此时的海蒂绝望又无助 她已经无法用通过训练的成绩来抵消自己在性别人上那种痛苦 1994年在海蒂最压抑的时候 她一头扎进了装满水的浴缸里想要割碗自尽 那幸好这个时候家里她养了一只狗狗 也就跑过来用自己凉凉的鼻头触碰到了海蒂的手指 好像在跟海蒂说没关系你还有我呢 这才把站在了悬崖边缘的海蒂落回了现实 1995年的时候海蒂无意中接触到了一群变性人的群体 那从那个时候她就开始要考虑接受这种变性手术 让自己彻底变为一个男人 两年后她切除了自己的乳房和子宫 改名为安德里斯·克里格 我并不认为那些想要自由选择自己的性别 而接受变性手术的人应该受到任何的指责 但是如果这一切是被迫的那就太悲剧了 海蒂·克里格或者叫安德里斯·克里格 他曾经是那么的信任自己的教练 甚至把教练当成自己的父母 但是这些人却无情地剥夺了他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 比安德里斯·克里格年长三岁的乌特·克劳斯 他曾经是钱东德的一名游泳运动员 而且也是一名受害者 在钱东德游泳队的六年里面 乌特也被迫服用了大量的类固醇药物 但是和克里格所服用的那种蓝色药丸 它不是同一种 乌特服用了这种药物之后 身体迅速地膨胀 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大胖子 所以也使得他不得不被迫退役 这也许现在看来是不幸中的万幸 在退役之后 乌特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护士 也深深地了解了这种药物所带来的副作用 有一些他在照顾一位癌症患者 他无意中发现 曾经他在游泳队里面教练给他吃的那种 被称为是营养品维生素的药片 眼前这个头发已经掉光的癌症患者 正在按照医生的处方服用 那共同的经历 让乌特和克里格很快就走在了一起 2002年的时候 两个人就结婚了 在律师和医生等各方面的专家的帮助下 乌特和克里格才了解到 自己曾经参与缔造的那个东德体育神话 原来从头到尾就是一场巨大的阴谋 二战之后德国一分为二东西德对峙 那个时候东德以自己的名义 参加了奥运会之后 就把这种对峙的局势 沿用到了奥运会的赛场之上 每一枚金牌的取得 都会被他们上升到一个意识形态的高度 据不完全统计 曾经有一万多名东德的运动员 被迫服用过这种类固醇的激素药物 而这些运动员全部都被蒙在鼓里 有些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2001年7月18日 克里格和乌特两个人站在了法庭上 控告替东德政府生产这种类固醇药物的医药公司 和他们做出同样选择的 有另外159名曾经的运动员 他们有的人患上了肝病 有的人暴饮暴食 有的人不能生育 最后法院判这个医药公司 给每一位运动员赔偿一万欧元 但是一万欧元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 简直是太微不足道了 今天的安德里斯克里格仍然需要每几周 就进行一次大量的雄性荷尔蒙激素的注射 一旦药物停止 克里格的身体就会出现强烈的反抗 它会变得非常的暴躁 情绪不稳定 六神无主 胡子和头发也会停止生长 而且由于过量的训练 克里格的脊柱造成了永久性的损伤 他甚至现在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 提起一袋面粉 然而东德的悲剧 并没有仅仅停留于东德 相信中国体坛一度到了沸沸扬扬的马家军事件 应该有很多人都听说过 王军霞一个传奇的名字 中国田径史乃至体育史里面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他身披着国旗面带笑容 在赛场上奔跑的这个画面 已经成为很多人记忆当中的经典 王军霞1973年出生于齐尼省的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 因为家庭条件并不是很好 那王军霞从小就培养了非常自力更生 非常坚硬的一种性格 也是他的这种性格让他在赛场上 一次又一次取得非常傲人的成绩 在1993年的田径市顶赛场 他以30分49秒30的成绩 获得了1万米金牌 并且创造了世界锦标色的记录 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 他获得了5000米冠军和1万米亚军 成为了中国首位获得奥运会长跑金牌的运动员 从此王军霞就被誉为东方神鹿 可是在奥运会之后 还处于事业巅峰期的王军霞 竟然早走的就选择退役了 那一年他在23岁 作为曾经马家军的一员 这些所有的金牌和荣耀背后 藏着多少辛酸的泪水和不为人知的故事 当年马家军在体坛如日中天的时候 有一句话形容马家军就是 想破啥就破啥 让谁破谁就破 就是说没有马家军破不了的世界记录 而且当时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中国田径队的总教练马俊仑他有秘方 很多人都向他来讨要这种秘方 而这所谓的秘方正是运动员服用的兴奋剂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中国的运动员已经知道 海外很多这些田径运动员 或者是其他的体坛运动员 都在服用这种药物 而每一次教练给运动员训练的时候 加的这一点点料 是你不管经过再刻苦的训练 都达不到的效果 那一开始马俊仑马导 他的那些药物 只是像一些大力补之类的药丸 数量不多 而且效果也不是特别的明显 那后来呢 随着时间的退移 这些药物的种类越来越多 那个花样也是百出 有口服的 有针迹型的 而且那个时候国家查的也不紧 就算大量服用 也非常难查出来 王军霞在刚刚加入马家军训练的时候 他还和那些陪跑的运动员一样 得不到这些特殊营养品的照顾 直到一次他在训练中 在一个五千米测试跑中 跑下来第一名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 他就引起了马导的注意 那除了正常的训练以外 马导开始给王军霞吃药和打针 慢慢的包括王军霞 在内的其他几名女性运动员 他们都慢慢的感觉 在身体上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说话声音越来越粗 而且都得了肝病 有时候整晚整晚疼的都睡不着觉 那大部分运动员对于服用药物 都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抵触情绪 而马家军对运动员所用的药 是两种雄性激素的混合 还有EPO 就是促进血红细胞生成的药物 那EPO在检测的时候 是只有通过咽血才能查出来了 这种药物可以让血液 迅速的获得更多的氧气 增加造血功能 可以迅速补充消耗的体力 听起来是一种很不错的药 但是它的副作用非常的严重 它可能会造成女性运动员 停筋 痛筋 失眠 猴结突出 长胡子 得肝病等等 那为了避免队员起疑心 这个马军人马导 他在招募队员 第一次进行身体检测的时候 就说你肝不太好 目的就是为了之后出事 找了这种脱词 曾经有一次 训练后回到家的王军贤 跟父母哭着说 哥哥也走了 我现在因为服用了大量的药物 我也不知道将来能不能生得了孩子 等你们老了将来谁来孝敬你们 1993年 国际田连对中国体坛 进行了第一次飞行检查 这所谓飞行检查 就是说在运动员所在国 在运动员不知情的情况下 由国际田连的兴奋剂检测专家 到运动员所在地进行突击检查 在1993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只是尿检 只能查得出来雄性激素 但是咱们马岛有高招 他善于偷梁换柱 他说在那些国际田连 兴奋剂专家 外国人眼里 咱们中国这些运动员 长的都是一个样 你就算是让别人去检测 他也看不出来 而事实证明 马岛这一招确实是有效的 但是自2000年以后 国际体坛就普遍应用了 针对EPO药物的检测方法 也就是说把咽尿改为咽血 在2001年悉尼奥运会上 马家军的五名女性运动员 都被查出来血液检测有问题 那从此马俊仁也是销声匿迹 不过在王军前的故事中 幸运的是 他退役之后有过三段婚姻 现在跟自己的第三任丈夫 和三个孩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而事实上人类 使用兴奋剂 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 那一开始这些兴奋剂 只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一些食补而已 就比如说使用一些包含无花果干 或者是湿奶酪等材料 混合制成的特殊食物来补充体力 那古代奥运会的运动员 还曾经一度大量使用牛片 这可能就是最开始的那种 搞完同类兴奋剂 在体坛服用禁药 曾经是公开的秘密 在1967年的时候 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教学研究员 马里兰大学的副教授 加布米尔金博士 他曾经在华盛顿特区 举办的一个公路赛前做过一个问卷调查 在问卷调查中 他问运动员说 如果现在有一种药丸 你吃了之后能够得到奥运金牌 但是一年之后你会死去 你会选择吃还是不吃 但是让人出乎意料的是 参加这个问卷调查的100多名运动员中间 有半数以上都会选择他们要吃药 这也许是比禁药更加可怕的一种东西吧 好了 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道 别忘了帮我点赞评论和转烦恶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